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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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并不是村里所有家长都忽视河边的危险 然而当他们提醒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 却也有着自己的无奈 当地村民安全意识不强 对孩子安全教育不到位 安全监管不利 极大的增加了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 儿童溺水事件发生以后 相关部门在岸边树立了两块安全警示牌 希望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不过一些聪明认为这些还不够 他们期待着能够再多一些安全措施 别定我就是个娃娃 不懂事 你想这么大人上 你你说我进去 我进去了 我就不进去 就应该是去 待会是在保释的一些 湖浪哈 全都不能叫河边 这些别人生活了 这些河边 让他们去害不开 最近河边有几个小朋友出事了 你知道吗 知道 那你们现在还敢上河边去吗 是吧 那爸妈怎么跟你们说的呀 窝了 最近几天 南正村的家长们对孩子看管的都比较严 但是谁有能保证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孩子不会把父母的警告抛之脑后呢 这已经不是我们栏目第一次关注儿童溺亡事件了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溺水事故在各类安全事故中占据第一位 那2006年这个比例高达31.25% 而类似的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小学生身上 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身上 那么农村孩子溺水多发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些 我们其实并不愿意回首的一些案例来分析一下 2012年6月9日 黑中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汉 方台中学的七个初中生在江汉满耍 一个同伴不慎落水 据了解 七个学生都不会游泳 而当时见同伴落水 另外五人立刻手拉手连成人梯 试图营救 却相继落水 最终造成四人溺水身亡 没想到能威胁他的生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这些孩子没想到的还有很多 比如很多孩子既不会游泳 也没有掌握基本的生存和自救技能 你会游泳吗 你如果看到你的伙伴落水了 你第一反应是做什么呢 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山上去救他了 这是你同学是吧 你会游泳吗 你课程设置里有没有专项 防火防电地震急救这些自救的知识 有没有 没有 两个党人当然是经压得说的 随时经压得教育 比较安全的 嘴上愿意是教育一个奶饭 如果教育孩子一点 孩子要是抖一点知识的话 他不可能掩住 如果他抖的话 他不可能去十八十 都去捞去 都去抢救 2013年6月6日中午 云南省宝山市 中午气温达到30多摄氏度 三名中学生便趁学校午休时 溜到校感泉水库玩耍 幸好附近还有多位玩耍的学生 一人被成功救起 一人溺亡 因为来水库玩耍的孩子非常多 溜水事故的发生率自然就会增多 而环顾水库四周竟没有一块警示牌 可见除了日常的安全教育 生存技能与自救急救常识缺乏外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 没有可供孩子 客户娱乐的场所 也是一大诱因 2013年6月26日 江西南昌又发生一起留守儿童悲剧 同胞兄妹三人 在村口池塘旁边玩耍 全部溺水身亡 直到一位五岁的小男孩浮出水面 才被发现 这个大 这个二 这个三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儿子没有了 我哥哥就哭 我说我女人 我哥哥更哭就这样 我说我三个都没有了 我哥哥就抱着我哭 我就真的 我当时我不想着怎么接受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我到时我说不放这么玩 我三个孩子都没有了 我说这个料理也太不公平了 把我三个孩子都带走了 我在外面打工 再打几年工 我就可以把我小孩全部带出来 一家人堂积在一起 因为毕竟我三个小孩需要人照顾 一条条鲜活生命的过早标折 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只是悲痛与悔恨都换不回留守孩子的生命 而这样由留守老人照看多个未成年孩子的情况 在如今的农村非常普遍 这些打工的人差不多6%到7% 就是我们父亲的村庄 父亲的村庄 打工的人比较多 那这些孩子基本上都跟爷爷奶奶 基本上都跟爷爷奶奶奶 他平时在家里谁来控管呢 我有女工官 没人管 来你都自己住宿 你老公吧 我国目前有2.69亿农民进城打工 留守儿童至2013年底已达到5800万 这是一个让人揪心的数字 这个数字越大 也就意味着意外伤害发生的基数越大 面对一起一起的儿童溢水事故 很多网友也是在网上直言心痛 我们来看一下 有网友就说 年年这样的新闻总能听见 还是要提醒家长多些责任心 这个网友说 他提到小时候我爸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出去玩 不要到河边水池边去玩 不要下水玩 这句话我至今是牢牢的记在心里 家长的提醒还是很重要 那也有网友说 父母还是要带着孩子不好独自出行 那这个网友就说了 这样大的孩子 还是要在大人的视线内才安全 那这个网友也说到 安全意识必须加强 特别要提到注意教育的方法 那如果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 就要思考教育的有没有作用 为什么即使有这方面的教育 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呢 那么原广东省青少年 研究中心主任曾锦华 在他的微博中也总结了 周六学校放假 监护人有效监护的盲点 小孩结伴玩耍 监护人有效监护的纵容之处 那滑冰不慎落水 逆水身亡 监护人平时教育引导的忽略区 监护人的监护 别再拿生命开玩笑了 那么其实呢 大家都在思考 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的方法 但是呢 农村和城市不同啊 水库河流等自然水域密布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 冬天溜冰夏天游泳 是最最常见的一幕 面对孩子们爱玩的天性 在一些地区啊 一些学校已经率先做出了尝试 就是呢 将这个小学生的游泳技能 列入了素质考核的内容 在正规的游泳场地 来安排游泳教学的内容 游泳好不好玩 好吧 你学了多久了 你会什么游泳啊 自游泳挖药 拍羊羊 那你 你能游多远啊 这个多 大约15米多了 从每一年的五月份开始 我们就组织一二年级的孩子 下水来上游泳课 让孩子们多学会游泳 刚刚我们看到哈 已经有地方通过在学校 开设游泳课的方式 来试图解决孩子溺水的问题 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可以有效降低 儿童溺水事故的发生呢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央视评论员徐凯 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很多人都建议哈 包括我们也看到 有地方在尝试 让学校开游泳课 教孩子学游泳 学会了就不怕溺水了 想听一听两位学者怎么看 我们先听一听周教授的看法 这都没有用 以后他一定会有用 他不会有 你就看出他吗 学校在作秀 毫无道理 没有 标本兼职 你不治本 你非不受 我就治标准 我们再来听一听 徐凯先生的观点 我完全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做秀 包括浙江的农村 很多地方都已经在做相关的实践 我的基本的态度就是 对于儿童的这种生存技能 避险能力的这种教育 一方面是要非常具体 加持的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内容当中去 另外一方面 对于这种安全教育的这种方式呢 还是要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的进行各自的这种探索 任何有益于孩子提高这种 安全的意识 生存的能力 避险的能力的 避险技能的这种培训 我觉得都是应该鼓励的 看来两位学者是各有各的观点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说一下 一旦发生事故 是否或者说 如何去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呢 听一听徐凯先生的观点 关于立法方面 我在讲了 一个方面 我们国家的立法 已经在规定了 这个儿童的 无论是他的监护人 还是他在校期间 他的这个监护安全的 这个监护责任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但这个规定呢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事后追责当中 是做的明显的是不够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也提到 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保护的细则 还是没有出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 但是都没有落实在具体的 这个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 那么这个社会问题 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或者说我们需要从哪些细节 开始着手的逐步的加以改善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就必须得全面协调可持续 如果你的发展是不全面 这些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打破城乡风格的 二人社会 我们再来听一听徐凯先生的观点 我部分的同意周教授的看法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城乡二人的这种结构 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它的这个解决 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是这个问题呢 又是必须从中央政府到全社会 都要重视去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两方面都要乏力 我的基本的观点 一方面是我们要通过这个产业政策 各方面的这种政策来 逐步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但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 对于这个人口的流动啊 特别是这个减少留守儿童啊 让他们尽可能的回到父母的身边 农村儿童遭遇意外风险的比例 高于城市儿童 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 它反映的都是一种城乡差别 我们认为啊 在城乡一体化和改善乡村治理过程中 应当优先改善乡村儿童 生存环境教育环境 这是缩小城乡差距 一个事半功倍的切入点 只有乡村儿童能够享受 近似城市儿童的教育权 生命安全权 他们才不会输在人生的起点上 只有将乡村儿童培养为 具有健全体魄 健全人格 具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 才能阻止贫困落后 在农民中的待机传递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为了发挥我国农业资源丰富和地域特色农产品众多优势 发掘保护培育和开发一批明特优新农产品 从2013年7月开始 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 承担了全国明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编发工作 经过四个阶段的临选 确定了粮油 蔬菜 果品 茶叶等五大类679个产品 纳入全国明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即日向社会正式公布 通过目录的编发 引导各地发挥区域优势 结合国家实施的粮棉油塘高产创建 推进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孙美金是浙江省湖州市五星区种植大户 今年种了两千多亩小麦和油菜 受前段时间南方低温雨雪天气影响 包括孙美金在内的许多种植户 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农作物生长的话 在春节期间受到一个冬暖影响 春节过后连续的低温阴雨天气影响 现在总体苗晴较弱 受到了一定的冻害 湖州市五星区 今年春季作物面积超过13万亩 眼下当地正组织农户清理冻伤作物 同时开钩排水清除杂物 为接下来的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做准备 蔬草 那个湿皮 那个 黑鲎排水 这个机会炸好 我们那个 真是那个 这个好修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和鼓端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